一座巨大彌勒佛坐落在台中市區 外觀超級顯眼 這裡就是台中知名的寶爵寺 也曾經因為一張紅綠燈的借位照 被稱是台版最朝大佛 不過卻傳出前租委 挪用公款四千多萬 且陶樓稅高達兩千三百多萬元 寶爵寺除了提供祭拜 也竟有塔位 林姓前租委被查出 2019年到2020年 與當時任職寶爵寺的財務委員 管理委員的兒女 挪用室內公款四千五百多萬元 拿去買雙逼豪車 做個人投資 買售險 外幣等 另外還有陶樓稅 民眾向寶爵蠶絲購買納古塔 林家三人以不開發票的做法 換成開出樂線郵箱的收據 三千多個塔位 收入高達兩億多元 陶樓所得稅一千兩百多萬 還有營業稅一千零八十五萬 由於寶爵禪寺 持續收納日本人的遺骨 還設立紀念碑 因此林姓主委 2020年時 還曾受日本外務大臣表彰 不過案發全家三人 辭去主委等職位 也繳回犯罪所得 補繳稅款 法院任判緩刑四年 全案可再上訴 三英雄王子 與林佩璇台中採訪報導